總共有486階對不對 是人啊 他在往下走耶 是人耶 他在往下走耶 怎麼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黃燈兄弟 這是我唯一 今天呢 是我們日本分開旅行的第一天 也就是我剛到日本的第一站呢 我就要來拍攝這一個日本東京的無人車站 一個人判險 然後我現在買了一張Skylander的車票 大約45分鐘就會到我要放我的行李的地方 就是京城上野 之後呢 我就可以趕搭JR線 然後到我要去的土河車站 聽說這個車站非常的地底 而且呢 它就是無人車 它是沒有占物人員的 然後也比較少人會去 有點怕怕的 因為沒有哥哥 好 我們鼓起勇氣 出發吧 如果你們看得到這部影片 代表我安全回來啦 看不到的話就 嗯 接下來呢 已經到了上野 裝日幣的錢包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出發 去搭JR線嘛 好的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呢 到達了這個上茅高原站 現在我們上茅高原站 還要再去轉車 好 我們巴士下車了 現在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 JR的水上站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要再去搭 就是最後 這是最後一次的搭車了 然後我們就要到我們的土河站 也就是無人車站啦 好 各位觀眾 我們 終於到了我們的土河站 我從今天下午的日本時間2點出發 現在已經日本時間要7點了 我才到達今天的目的地 但是呢 我們剛剛看到外面 其實有兩輛的轎車 這倒是應該是有些人來朝聖 或是說其實我在網路上面查了 有些人在好像在某些季節的時候 是可以像想到一些 枫葉或是植物之類的 剛剛其實出了一點意外 新幹線的部分錯過了一班車 所以導致呢 我接下來的行程所有都delay了一個小時 變成說其實我剛剛到了水上站之後 我是沒有車可以到達土河站的 我有車 但是是9點的車 並且呢 他只有到達這裡沒有開回去 所以我就會淪落在這地方要入宿街頭 所以之後我就改搭計程車 那剛剛那司機也超好的 他直接就說那就是因為我要拍攝了 然後一個小時的時間之後 他會再回來這裡接我 真的是超甘心的耶 那好 我們準備進去吧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齁 超 現在是超級冷 而且如果你們仔細聽的話 這是水的聲音 這邊好像是 前面就是一個很大的河川 然後剛剛有一輛車開走 也就是你們只知道這一輛車了 裡面我記得沒有錯的話呢 我們這個土河站它是沒有站務人員的 好 那我們走吧 其實外表來講的話它還蠻漂亮的 然後這邊的話它門牌就有一個這個 我之前通常寫說日本第一個右蜀車站 所以右蜀車站就是沒有人的車站 這個車站該不會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嗎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這個時間表 呃 時刻表真的是很少很少 呃 它這邊有一個觀光 呃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中高年遭難多發 呃 我應該是不用擔心吧 我應該不是屬於中高年 嗯 嗯 上面這邊都是有一些密密麻麻的網子 地底車站 欸這個留言板也太恐怖了吧 這個留言板這樣子好嗎 我家真的是起雞皮疙瘩欸 為什麼啊 這不是又好好的車站啊 這幹嘛幹嘛 這種紅圈真的是很 很糟糕欸 不管怎樣 我們今天都是千辛萬苦的 來到了這裡了 不可以空手而歸沒有帶影片 沒有走完這一個東西就回去吧 哇喔 直接踏入這扇門 這個回應直接增加 剛外面就是來了一輛轎車 可是它來這邊之後呢 駕駛就躺在那個 它的駕駛座裡面 也沒有打算要出來 然後把大燈熄了 我真的開始有一點點緊張 那我們看到的話 它一樣有上約兩條線 然後是往兩個方向的 對老師還可以再更深入欸 這是什麼地方啊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啊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啊 就是一個瞭望口的概念 然後基本上這邊的 就是因為它是右鼠車站 它不會有站務人員 所以說它這個 全部的東西都是封起來的 窗戶的什麼的也都是封起來 但是它非常冷 這長廊這樣看過去 真的是突然想要還原 這個玻璃 太恐怖了吧 欸 奇怪了 不可以下去欸 還是不是這一側 我該不會要空手而歸了吧 我現在只剩那一個方向可以堵了耶 因為照理說它應該有一個 就是可以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下去的一個 很長的一個長廊欸 好冷 超級無敵冷 那個炸死還在那個車上 好喔 我們現在來到 第二個 這個 喔 就是這了吧 這個太恐怖了吧 我的毛細孔 不是毛細孔 我的毛 不是我的毛 我的 全身的寒毛都竖起來了耶 我現在很怕那個架子下車耶 啊 這邊叫我寫 總共有486階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往下竖 超級無敵長的耶 這個長廊 我們繼續加油 這還是我真的是人生中最大的突破了 自己一個人在國外 然後還來探索就是沒有人的車站 大家看到這邊是不是應該要按下你的讚 然後訂閱一下黃師兄弟的頻道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 越往那邊 就是前進就越冷 因為就越靠近山跟地底嘛 然後 真的超級無敵冷的耶 然後越來越聽到那個水的聲音 哇 好小喔 我的哥呢 我的哥呢 好 這邊好像是可以進去 哇 超冷的 太恐怖了 這個是什麼呢 水的聲音好大喔 我現在會一直環顧我的身後 我一直很難過的人出現 哇 這太恐怖了啦 460人 我一個人腳步加快好了 雖然呢 這個司機給了我一個小時的時間拍攝 但是 我沒有想要就是在這邊待那麼久 這邊就是到處都是滴水的聲音 有人好像算過這個整個街梯走完 不知道好像是要花多少分鐘的樣 果然耶 我越往下走 我的手機越沒有訊號了 為什麼我要自己提議說我要來做這件事情啊 而且這邊真的是很冷耶 我剛剛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時間呢 我的西瓜打開了 現在時間已經7點09分 中間還附一個就是怕你走太累 而且他下樓梯我覺得還好 他上樓梯感覺很累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350街 旁邊的話呢 這個就是一些濕濕的圖 光線其實還是算蠻充足的 我現在這個視角往後照 應該蠻壯觀的 有來了 我們看到了300街 應該是礦物局之類的吧 欸 很特別的一個高壓電危險 我們繼續走 繼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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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唱歌 因為不講話 這邊太安靜 帶藍牙耳機太危險 不可以帶藍牙耳機 中島民的危險 是因為要走太多的樓梯 現在已經剩下了200街 如果今天我是早上來這邊的話 我可能覺得還好 欸可是沒有啊 這邊根本就分不清白天還是早上啊 我在講什麼 開拍到現在 已經11分鐘 我們走到了100街 請問一下 這是還沒有到的意思嗎 欸到了吧 這是車站的那邊走 我還以為上面有人在看著 他用我的攝影機 瞄一下嗎 下面那個 然後還有眼刀 眼刀我不太知道那個是 柱子還是人 那是柱子啊 那個是人 我們不理他 走 有的嗎 其實我的雞皮都在 跟我的心臟 他有比較遠 他XX是人啊 他都往下走欸 我是不是應該要打電話 是人欸 我是不是應該要打電話 是人欸 他在往下走欸 怎麼辦 喔不 我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突然覺得我寧可沒有人 好沒關係 我們先預設沒事 這邊就是 我們車站的樣子 好 然後前面有一個後車室 沒有他弟弟還是有訊號的 可以我要打電話了 我敢跟大家講 我對面 他真的是人 我要打電話了 對啊 他是人欸 可是他沒有再繼續往下走了 可是他接電話 他在那邊遊蕩是怎麼回事 喂有人 不是 他在 我已經走到最底下了 可是他在上面一直走來走去 我不知道怎麼辦 他沒有往下下來的意思 因為這邊真的很很很長 他在上面走來走去 我不知道怎麼辦 他有點往下走 我不曉得他是 我看不太清楚他事情 怎麼辦 他不見了 你去之前有沒有跟公司講 有啊 我跟公司說我要進去了 那五十分的車子 對五十分的車子 對五十分的車子 我還第一次了 沒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擔心他 然後傳給我們第一次 他不見了 你現在出去就是衝口 是不是 還有一小段 無可就在後面等你對不對 五十分的時候才會在 可是上面他不見了 不見去跑 應該是又出去了 可是他前面有一個砸口 現在 現在才一百四十階 還有三百多階 你自己保留點心 我告訴你就是 真的遇到什麼奇怪的事情 沒有人跑 可是他不見了 我要跟鏡頭說嗨 嘿 嘿 這樣手很好嗎 很好 剩一百多階了 現在還好嗎 還好 還好 還好嗎 這個人 對不對 嗯 沒有在 沒有在 就是他是斜坡啊 我也看不到上面那樣子 欸欸欸 怎麼不要 不要算斷軍了耶 好危險喔 好 起來就對了啦 你也 對不起 就中了 剛好嗎 沒錯 我走到 比較上面的地方了 我剛剛就說那邊有一個坎啊 我怎麼把他躲在那邊啊 嚇得 我幫你看後面一個緊張 好 我這樣看起來也很可怕耶 因為 你後面越來越長的感覺 你就直接走好了 你再放置 往上面拉一點 我看不到你後面 太緊張了吧 喂 喂 喂 怎麼了 你這個長浪實在是有多可怕耶 那台交車不見了 怎麼交車不見了 本來有一台車啊 我到了 你有沒有小心一下 四座光光 有 我出來了 你是空洞地球嗎 沒有 就是車站內才有光啊 外面沒有光 好 我出來了應該沒事了 先這樣吧 拜拜 雖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 我覺得下去到最後的底部太趕了 但是我現在真的是 整個嘴唇應該也是就是白的 然後整個手也很冰 然後可是身體在流汗 我應該有排到嘛 就是那台車開上來 可是那駕駛他就是 他也沒有下車 然後他就一個人 然後在車內 然後把主駕駛打平 然後 躺在那邊休息 然後直到我剛剛在走那個長廊的時候 我發現他好像坐起來了 不過也沒有多想 然後我現在整個走完 大概花了半個小時 我本來想說 想要拍那種就是定腳架 然後人 整個人我可以整個出現在那邊 但是 我現在已經沒什麼力氣拿起 這麼重的相機 那真的是人 他可能也沒有想要幹嘛吧 可是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看不清楚他的動機 會讓我很緊張 對 然後他可能看我也 躊躇不前 就是不敢走 所以他可能之後也走了 而現在30分了 還有20分鐘的時間 我要在這個車站度過 我的計程車 才會上來接我 我先讓我平復一下心情 再錄結位好了 好 各位 那我們現在已經安全的回到了 就是車站 就是水上站了 但是這個車站 還是非常非常的少人 非常冷 還好我有帶一件外套 然後我現在已經手快沒有力 可以舉我的相機了 因為剛剛在爬那個坡 然後我這樣心裡的因素緊張 但是大概是我 目前覺得 人生中第二次 離死亡最近的經驗了吧 第一次呢 是這部影片 就是在永渡日月潭 遇到狂風暴雨的那一次 這一次是第二次 為什麼突然覺得 就是拍YouTube的時候 連兩次讓我覺得 我人生中最接近死亡 好啦 那還是呢 希望從日本帶回來這支影片 大家看了就是 心裡也跟著我一起 就緊張緊張的感覺 對這個地方 也是覺得 欸就是有來看過了 也許 就不用實際自己去啦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去探險的話 最好還是找個 三五好友一起 接辦而行 然後並且呢 一定要規劃好 你來的路線時間 以及你怎麼回去 我已經是做好萬全的準備 有Capsule的幫忙 然後我才過來的 然後中途還是遇到了很多的狀況 好那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鈴鐺 並且 這也是沒有嘖嘖的一個壞處 沒有人幫我接 不管鈴鐺有沒有用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鈴鐺 不管鈴鐺有沒有用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G Facebook和IG追蹤喔 那我的兄弟 下次見 掰掰